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拳的最大特点是宗 宗是湖中的方言谐音 是颤 抖 震 弹 撞之音 在创建这套拳术时 方氏陪模仿了龟 鹤 虾 鱼 狗 这几种动物 宗和拳讲究宗真 举翼不举力 被誉为南太极拳 要练就这一套动作 必须要用宗剑而不是锋力 而宗剑是由内极发出 因此这项拳术对内功的要求相当高 运气 特别我们这个军乐球员 大家对这个运气很关键 练他这个手要细 要均 要细流 要伸 他是很绵的 不是说一下子怎么样肝猛 他就慢慢的慢慢的才能把这个丹田气才能练起来 与明鹤泉一样 宗鹤泉后世地方也遍布 美 台 两广 港澳及东南亚 日本 美国等地 近几年来不断有代表团来到辅助技术 交流 2007年宗鹤泉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原来就是像这个黄斯培他祖师原来练的时候也教了很多学生嘛 教了很多学生 他因为传到那个世界各地吧 各地他原来一代一代的不断的传下来 就是问了宗鹤泉 这创始人是谁 他一直一直找到我们这个福建厂站来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关注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